阿秋黃 市民社會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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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名字叫那梦瓦 那梦瓦是排灣族語 那梦瓦克的意思 那梦瓦克的意思 其實就是美好的跟好的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最珍貴最美好的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那怎麼樣來把這些 具有文化價值的東西 經由推廣跟行銷 讓更多人知道 我想是作為一個原民創業者 就是一輩子的一個課題 那那時候創業提出的計畫是因為 我們一般要加入這個行業的管道 可能你藉由一些參加電視比賽的節目嘛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走流行 或是不想要走流行歌手的那條路子 有很多人他是想要走學習文化 然後把自己的文化變成另外一種有產值的 不管是庫存的資料庫也好 那他的價值可能是比較永續的 不是在短期的商業經營上面 那這個其實就是跟我現在做的 NOWA的環島收音計畫非常有關係 那就是藉由這個收音計畫 收集不同族群 然後不同地方的傳統鼓搖 那建立這個數位的音樂資料庫還有頻道 讓所有能夠在不同地方生活的年輕族人 他們如果想要學習一首屬於自己族群的歌 他只要打開網路看頻道就可以學習了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的工作過程當中 會接觸到很多新一代的原住民 那後來就發覺不論是講座 或者是有一些活動過程當中 發覺他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流失很嚴重 比方說他們現在可能不太會唱自己的母語歌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恐怖的事情 就是大家漸漸不使用母語之外 也不太會唱自己族人的歌謠了 那如果可以讓他們在線上就學習這些東西 但是要有人幫他們來整理好跟收集好的話 那藉由歌謠然後我們到當地來去收集 他們可以看看該部落的影像 可以認識不同族群的族人 我覺得是一個蠻有意義的事情 對於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人 不只是僅限於原住民而已 其實更多是非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嘛 那他們可能對於部落的概念啊 很想要去看 但是不知道怎麼接觸 不知道怎麼去看 那藉由一手一手的古謠影片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這手古謠 它是在哪個地方 哪個部落來去收集的 那藉由這樣的收集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有關鍵字去搜尋 有關於原住民16族不同部的 大概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什麼樣的文化特色 接下來比較希望的就是 可能會延伸一些其他的業務囉 就比方說 你在採集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遇到很好的聲音 但是他想要進入這個行業 變成一個八片科手 他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可以提供他一些協助 一個素人歌手 成為一個專業歌手的這個門檻 我覺得是我們可以提供的協助 讓他更了解這個行業 尤其是在怎麼樣培養他 用母語來創作自己的歌曲 怎麼樣在這個行業裡面走的 能夠長久培養一些 因應這個行業的專業能力 創業者的條件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你要了解自己 然後你要承認自己不會 再來就是要做你能做的 做你想做的 想當滅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